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师傅 香港占中行动持续多日 期间多次发生警民冲突 警察的行动是否恰当引起了广泛关注 三年前 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同样以占领街头作为抗争手段 示威者同样与警察发生过多次冲突 全媒多次拍到有警察怀疑对示威者使用过分武力 这些警察后来有没有受到处分呢? 加利福尼亚大学大维斯分校的警察派克 向一班静坐抗议的学生狂噴胡椒噴霧 派克变成粗暴对待和平示威者的魔警象征 他放了8个月有新假期后被解雇 但事件不是就这样完 派克被黑客组织匿名者大起底 在网上公开了他的个人资料和住址 派克就声称收到死亡恐吓 感到焦虑和抑鬱、精神受创 日品向校方索偿 去年获法庭裁定得到3万8千美元赔偿 另加他当差11年的退休福利 至于被噴胡椒噴霧的21个学生 每人获赔3万美元少过派克 纽约副督察博洛尼亚走到已被警察包围的女示威者前面噴胡椒噴霧 令他们痛苦跪低痛哭 还有另一段片拍到博洛尼亚追着其他人来噴胡椒噴霧 警方的纪律聆讯说博洛尼亚违反了使用胡椒噴霧手僧 将他调职和扣减10日假期 但是纽约检察部门经过19个月的调查 决定不对波洛尼亚作刑事检控 说不能在无合理怀疑下证明他犯了刑事罪 当时同样野气公愤的 同样亦获得检察部门不作起诉的 还有另一个副督察卡尔多纳 他被记者拍到打一个示威者的面 警方说是示威者动手在先 在正义声中卡尔多纳没有受处分 而今年6月警方说卡尔多纳在当年处理示威时 背部和膝头哥等多处受伤 向他发放商残退休金 大约是每年12万美金 这几宗个案的裁决是否公运 就留给大家自己思考 但是美国一班法律学者在事后做过调查 说在占领华尔街行动中最少有130宗 警察过分使用武力 不当对待示威者的个案 警察形象受到很大损害 警民关系也倒退 今年4月 纽约警方开截Twitter专页 呼吁民众尚在与警察的合照 换来的是大堆警察怀疑粗暴对待疑犯的照片 令到纽约警方很尴尬 警民能够合作 警察的工作都可以畅顺些 但是搞好警民关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破坏了更难修补 全世界的警察都应该仁以为监 今日的新闻智库就说到这里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